好,我们继续 舌头也是有红红润 它是那种自然的 如果你太血红,那也太那个了 都是讲的一个自然和谐 中国人都是,天道都是以和为主 冲气,阴阳冲气以为和 它的目的也是最终是要和的 当然它没有所谓意识物质 它自然而然就是和 不是说它要和,和它想和 那也不需要想,自然到 这个牙舌头这属于内向 这也能看出很多问题 内在的东西 当然我们都说过了 有些人都有天机 这一面会改变很大 尤其你这个成年之后 以前我们说是 小孩子只能听话 没有能力改变 但慢慢长大了 就是慢慢去调整运化 这个说说胡子吧 这个男人怎能无虚呢 现在人讲叫这个 就是富在不留虚 然后无在不轻生 是很有道理的 过去也是要讲过 但是又为什么又出现美人公呢 美然公呢 这个古人这个胡子它是非常重要 包括现在人也都认为这些是风水什么的 有助于你这个辅助 那也是一个外向 你可以去所谓注意 但是那些都是比较表面的 这个有人说这个胡子不好看 实际上它自然形成的那种都是很好 时间长的还是比较耐看 只不过现在是美观 包括瓜子脸 那都是一时的 就是这个这个 时尚风气精神舞的考验 这个胡子有很多种形状 有落差胡 那种人就是 就是阳气十足 便于刚一些 山羊胡呢 像我这种 那就是刚柔的有一点 这个 当然中间 又有胡子 你看日本人 就哪都没有胡 就中间我就留一个 其他有胡我也挂掉 所以中间这个很重要 八字胡呢 其实是因为肾这个地方 亏欠 这个 很多胡形吧 包括胡子的颜色都有见 当然是以黑衣为好 那有赤啊 黄啊 这种就是 包括白啊 那都是气血 这个赤 它就是血冲 黄 就是那个血衰 血冲就是冲突 这种性格比较多 包括这个这个眉毛 或任何毛发地方 就逆生 那种感 反叛 血腥放肛 那我还有个特点 这两个地方 胡子 将来 年纪大了 留下来 也很特别的 老爷爷 古人就是到一定程度他在修 所以说父在不留虚呢 他是对父亲一个尊重 当然你成家之后 你可以稍微的 对吧 以及就是一种风尚 他如果是你就不要显得比你父亲还老 就是给人的这个形象上感觉像是可负 是吧 那样是不太好 就是弥补了不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那这些都好说 嗯 包括 还有就是法令文 法令文这个尤其男人啊 最好是有 他代表一种威严 不弄而威 就是眼睛又眉毛 包括这个法令文面部表情要配合 你才有一定威严 但是这个法令文也很讲 如果你入口 那就要喝不饿死 太太太清算太紧巴了 如果又出来 哎 那那代表又是好 也就好